当诺顿上校与坎贝尔夏是在同一战场相遇,究竟谁会更胜一筹,一切要从这场丛林战说起,杰克将军在地道战中失去所有技能,被迫进战,菲尔纳忠实扶伤后开始撤离,同进一处高地时临机移动,决定利用高地差的地形优势阻击敌军,然后他就跳进了敌军包围圈。 危难关头援军及时赶快,只见他用电磁炮为杰克改装全自动武器,太好了,是支援敌军的坎贝尔下士,我们没救了,解擦后坎贝尔再接再厉,冲回前线丢偏磁铁,烹饪十秒速农咖啡,协助敌军进一步扩大战果。 我军连损两年将士,诺顿上校被迫应战,由于不了解坎贝尔的磁铁遗留问题,保险起见他也丢出磁铁,未有军争取到宝贵的突围时间。 菲尔纳再次撤上高地,利用地形优势开展足迹,然后再次落入敌军包围圈,由此可见他是名S13邦邦玩家。 诺顿趁机扶起坎贝尔,真必呐喊试图唤醒其良知,然而坎贝尔死性不改当面休机, 诺顿已因不熟悉地形,且怕被坎贝尔抢磁铁而不敢开跑,只能看着坎贝尔揭晓人,局势彻底陷入密封。 诺顿上校之所以不抵坎贝尔下士,诺顿本想开败,忽然他赶到背后发凉,迅速反映躲过误刃并击了偷袭的杰克,为特雷西支援争取到了时间,作为唯一的满状态,他是全队的希望,承载着扭转战局的使命。 其实他是间谍,哈哈哈哈,果然还是要靠自己。 救下坎贝尔后,杰克索性不再掩饰四离妖的事实,对诺顿发起猛攻,不料让其反走华茨脱身,坎贝尔健壮也学习诺顿华茨,成功击晕队友。 经过一番苦战,我军全军覆没,败军之急诺顿站了出来,发起最后一次冲锋,他先假走位救下特雷西。 后机运杰克将菲尔娜指号,眼看就要安全撤离,却被娃娃用最后一点电撞到,全人再次倒地。 谁知坎贝尔也站了出来,效仿路顿发起冲锋,在乱打一通电磁炮后,终于为杰克研制出了穿墙弹,坎贝尔因此荣生于人今将军。